阿仙奴後防之前不斷自爆,一直都想說說 不過之後阿仙奴又接連城攻擊敗利物浦和曼城 今次講講這場足總盃4強阿仙奴對曼城 看看阿迪達是怎樣凌風、師傅、哥迪奧拿 今集主要講阿仙奴 縮短內容希望盡快在決賽前出2場4強 當作做少少賽前分析 首先看看阿仙奴出場陣容 阿迪達繼續排出3中堅 左右翼位防守時回收成5後位 Saga、火柏、斯巴路斯雙中場 緊密連繫站在防線前作出保護 而組織進攻時左中堅、泰亞利會壓前到左閘位 待會落場再詳細講 曼城排出4-2-3-1 將迪布尼拉後跟跟道簡形成雙中場 將兩隻閘推到最前面 兩翼內收 大衛施華打進攻中場 但這個排陣完全被阿迪達看穿了 首先是阿迪達上任之時 已經講過阿仙奴中場防守的問題 今場可以再看看阿仙奴雙中場的站位 阿仙奴今場整體防守呈5-2-3 五後位盡量收集到禁區邊 雙中場平排站在防線前保護 Obameyang比比兩翼稍未回後防守 留意雙中場一直留在防線前保護中路位置 不讓曼城從中路進攻 而曼城將迪布尼拉後組織 將兩閘壓上反而成為攻不入的原因 曼城將兩閘壓上 兩翼內切 再加上耶穌剛好與阿仙奴防線5對5 所以梅斯達菲會被史達林稍微拉走 Halfspace出現空位 防守曼城越著重Halfspace 斯巴路斯準備他的防守戴衛施華 耶穌見到已經想走入Halfspace位 阿仙奴雙中場今場就要留意這些空位 但這球斯巴路斯跟著球衝出去 與Saga斷了連繫 阿仙奴防線前面的空位立即被Daiwishwa佔領 Dipoli正正在兩位中場之間直接傳給Daiwishwa 不過Daiwishwa這球扭給耶穌就被解位 阿仙奴拿到控球時 Obameyang比比已經立即向前跑準備反擊 就是阿仙奴今場主要的進攻手段 不過斯巴路斯被迫 曼城又立即進攻 差點又因為犯錯而輸球 Masir阻止曼城從後組織 但又不可以說迫搶 因為Nakasete主要阻止Gündo選拿球 Obameyang比比分別對曼城一對中堅 但就不會迫得太近 只有Aderson傳給中堅才會去迫 因為同時他們要看著一對閘 如果傳到比閘時他們都會向邊迫 所以Aderson一直Hold住傳不出 最後只能長傳 長傳的過程中 隱約見到Saga也有上前防止跌步來拿球 為何說阿仙奴不算迫搶呢? 因為你可以見到阿仙奴的防線沒有跟著前面壓上 反而度得很厚 原因很簡單 就是曼城前線速度超快 胡亂壓上容易被放過頭 輸身後空間 但曼城前線高空波能力較弱 所以Aderson選擇犧牲中間這個空間 在前面迫曼城長傳 利用中堅身高的優勢將皮球清走 相反曼城當然迫搶 三箭頭位置上應該迫阿仙奴三中堅 不過左中堅Tayane進攻時會壓上左閘位 稍後再講 Daiwish說防守Sbarlos 另一個中場Saga又迫Boli壓上防守 但阿仙奴後防玩短傳大家都見識過 Nikolmecetafe又差點出事 大家一會就知道 阿迪特的戰場沒問題 是球員不知為何經常出事 可以見到Naparte一拿球 BiBi立即遮住傳給Mendy的路線 Saga殺前迫迪Boli 但負責跟度選的Nakacicete一時分心就脫了 雖然成功傳給Mendy 但又認為比爾連很快跟上 BiBi又走過來封回中路 令Mendy根本沒有向前選擇 回後後 Mansen兩個組織中場都被封死 Naparte又只能長傳 大家可以見到阿仙奴三中堅 對Mansen三前鋒明顯墮得較後 可以讓他們拿 但不可以讓他們轉身放 然後兩隻翼衛 迫完Mansen兩個閘後 盡快跑回補位 前面迫到Mansen長傳後 整體盡快回後報防 Mansen剛才控球下來 阿仙奴的防線5個都到位 中場斯巴路斯很快已經回到防中位置失位 拖一拖Mansen進攻節奏 前面3個都回到來防守 完全不給機會Mansen利用空位組織 再次見到阿仙奴三箭頭完全不迫 只是站在封你中間短傳的選擇 由得你3個在後面互傳無所謂 Adatzen又要長傳 一長傳阿仙奴兩隻翼衛自然回後 準備建立防線 中堅殺出來頂搶第一點 破壞Mansen組織節奏 之後再搶 這招令Mansen完全組織不到 而且阿仙奴見機會到時一迫 就會全隊一起迫 奧巴美揚突然帶頭迫加西亞 Saka亦起步迫迪布尼 傳給右閘獲加時 左翼衛尼爾斯又到 馬列斯想走邊迎球 但左中堅泰亞利亦跟到貼 另外留意Saka雖然負責迪布尼 但這個情況他反而沒有跟貼迪布尼 為甚麼?就是因為迪布尼速度快 如果Saka跟得太貼 中場反而會出現空位 被迪布尼後上利用 因為好像剛剛所講 防線墮後,前線向前迫 中間必定留有空位 所以Saka需要有失空位的考慮 獲加沒有選擇下又只能再次回後 你回後就是對方迫搶的好時機 奧巴美揚繼續封艾達成右路選擇 迫他向左 比比就準備迫左中堅Naparte 中場SakaNaparte繼續封死短傳選擇 被迫傳給Mendy後 又譯為比尼又很快封他向前選擇 加上比比又到 Mendy亦要再回後 Daiwishwa都下來幫手 Sepalos亦有筋 但見到Naparte長傳都準備回後 再次見到阿仙奴中堅對曼城前鋒形成3對3 中堅站在前鋒後面2、3個身位 防止過頭轉身被放 當長傳高空球時 Daiwish先衝前搶高空球 Daiwish一搶到 Mansen的防線都未歸位 立即找到最前的奧巴美揚 黃金機會 這球應該要入 不過又見到阿迪達的戰術開始見到成果 Mansen要破局 Dipoli就是重中之重 阿仙奴繼續前場防守 Dipoli回後跟Gündogan換位 Saga指示Nakasede換防 Daiwishwa再回後 Sepalos跟貼 就好像剛剛所說 阿仙奴前面逼後防墮後 中間必然出現空位 Saga防守Dipoli時會鬥位 但今次換成Nakasede就出事了 被Mansen用地球突破,威脅立即大震 特別Dipoli成功引球出擊 被Mansen前鋒向著球門方向加速跑 對阿仙奴的後防是大忌 不過阿仙奴今場回防真的很快 明知Mansen最喜歡傳中cut back去12碼點 今場真的有佈置人手在這個區域 講那麼久,阿仙奴第一個入球反而來自後場build-up 阿仙奴對中堅Daiwish、梅斯達菲 左右散開,左中堅Taiwish而去左閘位 剛才都說了 然後Mansen、史達林與耶稣分別對中堅 Mansen迫搶其中一個缺口是中路只有Daiwish、梅斯達菲 但阿仙奴有兩個中場中 理論上要迫的話Dipoli同樣需要壓前 Dipoli沒有這樣做亦有原因 當Saga成功拿球時 已經cancel了耶稣對Taiwish的遮線 另一個問題就是Taiwish的壓前 右翼鋒 Masic本來跟著Taiwish去到邊路 但Daiwish解除迫搶引球推進 Masic突然變了一對二 當Masic選擇去拍Daiwish時 Daiwish必定傳給Taiwish 而Dipoli又不可以直接幫手 因為不要忘記本身左翼鋒的Neiss 亦在左路出現 亦解釋了Dipoli為何沒有上前迫Saga 然後阿仙奴左路還有Obameyang 由Worca負責 所以位置上阿仙奴左路有3個球員 而Mansen只有2個 如果計上Dipoli過來補位 是可以做到3對3 但雙中場其中一個走到邊路防守時 另一邊自然出現空位 好像有些複雜 總之就是阿仙奴左路overload了Mansen的右路 Nakasic拿到球後第一時間轉邊 又異為比尼完全沒有人看管 為甚麼?因為回回頭 史達林去了防守中堅Worca負貝 而Mendy身邊又有比比 Mendy就需要1打2 而2個中場中隊友還在另一邊沒有人幫手 Mansen兩邊都被overload 比爾年一路推,Mendy只能一路退 等隊友來幫手 Mendy都不敢主動出擊 任由比比看定來傳 因為比爾年有可能做overlap 另一個角度見到傳中一刻 Obameyang向著龍門 Worca質情相反方向 所以比比傳到Worca身後 Worca自然難以回身去追 阿仙奴領先後自然跌深水防守 艾達神繼續毫無選擇 他站了很久都傳不出 長傳後阿仙奴中堅繼續慢慢墮後 其他隊友中場和翼衛都盡快回防 反而大部份曼城球員都回後拿球 只剩前場三指 回後比Worca時 阿仙奴中後場已經站回位 這球可以看比比怎樣1個逼2個 中路繼續沒有選擇 即使Daiweswe下來都被斯巴路斯死跟 Dipoli身後還有Saga 但Naparte還繼續傳給Dipoli 被Obameyang輕鬆截倒 但阿仙奴的不確定因素就是Dipoli 但再次因為阿仙奴刻意把防線墮後 令Dipoli直線無攻而還 如果阿仙奴防線照平時迫搶壓上已經死了 再看看阿仙奴防線專注的程度 Worca突然走入中間Saga跟緊他 然後Mahres從邊路走過來 Lis又跟緊他 Mahres和Worca換位 Worca回邊路 留意Saga和Lis 兩個換防換得非常順暢 難以相信在阿仙奴見到 Daiweswe拿球 斯巴路斯繼續緊貼 因為進攻中場 只有Daiweswe一個很容易被盯防 又成功迫曼城出去 阿仙奴五人防線繼續收窄到大約禁區的闊度 一對中場站在前遮擋 已經可以見到中路密不透風 阿仙奴放邊路給你OK 給你傳中都OK 因為論高空球阿仙奴中堅可以頂 想cutback在12碼點亦有專人防守 曼城今場足足有43次傳中 但一個入球都沒有 但阿仙奴始終都是阿仙奴 總是要出下錯才安樂 另外曼城對阿仙奴前場的防守 亦完全無法,差點又輸了球 阿仙奴進攻又見到左中堅Taiari壓上 與左翼衛尼斯一齊靠邊 加上斯巴路斯與Nakasete 再加上翼方Obameyang 阿仙奴有5個球員在左路 令曼城一對中場 阿仙奴和Gündogan都要過來防守 中間又沒有人防守 亦如你所見 即使曼城中場都去到哪幫手 阿仙奴總有球員沒有人看管 一有時間控球就立即轉變 Mendy再次一打二 這球是剛好越位 進攻和防守都被針對之下 半場那對Ora亦作出變陣 將Wogga以後打右中堅 形成三中堅 跟度選防中位 目的當然是將阿仙奴的不確定因素推前 跟大衛Sewa做回一對進攻中場 用兩個進攻中場拉開打回HalfSpace位 阿仙奴一對雙中場自然難以兩邊Cover 因為一拉開中間就會穿 同時三中堅的變陣 令一對翼衛 面對阿仙奴收窄的防線 可以繼續充分利用左右空位 轉三中堅後 曼城亦解除了阿仙奴的前場防守 阿仙奴雙中場繼續站在一起防守 本身是好事 但迪布尼壓前後 站在HalfSpace位就沒有人防守 始終雙中場覆蓋範圍不大 難以同時顧及左右 迪布尼輕鬆轉給馬利斯 而馬利斯擔任右翼衛跟Wogga不同 Wogga面對Leiss一打一 最多都是傳中 但馬利斯單對單就有能力自己攻門 情況大大不同 Martinez為何落地可以這麼快? 不過又被阿仙奴頂得住曼城這次攻勢 把握一次反擊機會入多球 阿迪達亦看穿了那對奧拿 70分鐘立即變陣回應 既然前場防守失效 索性滿走比比 換入委洛克 由雙中場變成三中場 加多個中場覆蓋範圍增加 左右中場中可以coverHalfSpace 阿仙奴整體是繼續封鎖中路 阿仙奴一直捱 真的躺身去防守 最後終於成功零封曼城 不知是否真的阿迪達做過Gordaola的助教 完全捉到Gordaola的路 進攻防守都幾高一籌 即使下半場Gordaola變陣 阿迪達都可以很快變陣回應 塞住位置 戰術上非常成功 又要再說一次 阿迪達上任時 是有刻意將雙中場放在防線前作出保護 當時是出名失位嚴重的古安導師 以及Saga都做得非常好 站位、助手、補位等等都做到好到位 我當時也盛讚過是好的改變 但不知是否質素所限 講的是防守上的意識 士氣和執行力成掛勾 那道氣減退後就很快打回形 復賽後就更加錯漏百出 後防不斷自爆 回頭為何是這麼說中場的保護? 因為防線太差了 你不保護他 讓他們不斷直接面對敵人 自爆的機會自然越多 後防未能立即換血下 這是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今場亦都證明了中場保護的重要 亦都證明了其實他們是做到的 阿迪特戰上沒有大問題 只是球員執不執行到 至於曼城不講了,講到口臭 迪布尼是重點,完 另一場車仔對曼聯就不知可不可出 這條片出時都星期五晚 在講一點決賽前分析 近期兩隊都偏向玩三中堅 相信這場都是三中堅的對決 車路士陣容整體比阿仙奴高一點 估計阿仙奴以防反為主 但未必繼續用3-4-3 因為今場下半場曼城轉三中堅後 阿仙奴的前場迫搶失效 可能會轉為3-5-2比較適合 又不過車路士不同曼城 前場有基奧特真頂 反法又不同 馬迪特及林伯特兩個少帥 對戰局都看得很通透 所以都期待有甚麼特別的戰術可以看到 最後車仔對曼聯的分析 明晚7點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好啦,就這樣